大家好 我是Kyo Yang 這集我爸要從百年的台南醫院退役 在這十幾年呢 這裡以前是台南學生時期的天地 醫院門口會布滿商圈 只要問90年代後的台南人都會知道 什麼是南方公園 當時啊 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商圈背後的醫院 近幾年甚至還有一個新聞是 他有過網紅經過以為是廟 然後還停下來拜拜 那這四年多來養院長的付出 對這間醫院有多少的改變呢 對這社會有什麼樣的貢獻呢 我們把時間回到剛睡醒的Kyo Yang 記錄一下他擔任院長的時候 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那一個是我給他修改 花了一千多萬 站在這個使用者的角度 把他設置變成一個復健區 那這四年半你說會遇到最大的困難 COVID的衝擊 我們已經收了還沒有地方送嘛 把每一間醫院都經營得很好 讓醫院轉虧為盈 好不好要是你自己開公司的話 我們這樣應該會賺錢 訂閱 哇 怎樣 早上六點 只有一台車 哈嘞 哈嘞 都買起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凱文養 今天時間 早上七點 老爸 我過來一下 今天是院長待在醫院的最後一天 只好這個身份 凱文醫院院長 這是最後一天 對吧 不是啊 蛤 G 掰 下次見 爸 最後一次院務會議的時間 因為我還有15天 每個月只有一次院務會議 有 我爸要退休了 所以我想說記錄一下 他擔任院長的時候 這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以 一小時為一個單位來跟大家講 今天是早上 7點 15分 剛剛看到停車場都沒人 辦公室都沒人 表定大概是幾點開始 你會提早差不多40分鐘 到 老爸通常幾天起床 6點15 運動 7點15差不多到這邊 所以8點會有一個會議嗎 7點50 7點50就有會議了 對 現在是7點半 看一下等等會發生什麼事 老爸你通常幾點睡覺 10點半 所以打敗現在要睡8小時 快8小時 啊現在上班開始就是要P公文 公文是電子公文 好 然後這是個卧室 傑哥你幹嘛 這個院長說一聲 傑哥他要修了 然後這個床 真的是有夠 就有挑戰自己的意義的床 非常的 先補充體力一下 真的 請喝 早安 早 特別在開會之前會先做準備 對要做準備 我們先把搬槍跟筆電 準備好 等一下總共這裡會有9位長官 有會議名稱嗎 會議名稱嗎 院長 金管團隊 台南醫院精靈管理團隊會議 台南醫院的決定都在這個會議 我們要蓋什麼房子 聘什麼人 要罰什麼獎金 現在經營遇到什麼困難 誰要分手做什麼事情 這是已經確定要做的事情了 沒有就是 還在審核中 審核的啊 今天就會看KPI做的怎麼樣 確定給他獎金或是不要 會有一個主持人嗎 主持人叫老闆啊 主持人叫老闆 老闆主持 他講話不用不用擔心 反正不會RECO啦 除非有講什麼精彩的東西 精彩的東西 一定是從院長講出來的 他我們那個 院理就要解 解算 底下就進行 所以等一下啦 其實協會報告 老闆主 這是6月19號 6月21 OK 他們剛剛在開 有關於每一個科的 看診狀況 畢竟醫院也是一個需要 說盈利嗎 倒不如更像是 收資料取得一個平和 今天就開這樣的會 然後回報 然後我聽到快睡著了 我真的 開會算是膩嗎 還好耶 等一下下一個行程是什麼 門診9點 竟然是看門診 我以為老爸已經沒來看門診了 原來院長還是要繼續看門診 院長是菸子啊 主要的植物是醫師啊 啊是喔 這樣 那這樣你醫師的時間 還是會很多嗎 醫師的時間 就乘到一個 這裡一個 現在是9點 他不知道這件事 他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爸爸只知道他要演講 他演講完之後 後面會有一些橋段 對 等一下怕消太大聲他知道 我們也有錄影片 那些東西要收到 這是全院都知道的事情 不會讀院長不知道 所以老爸都去看病了 這四年來 明明都像了禮聽 對 看完會還要一直能討論 老爸要走路速度 找時速 大概10公里了 沒有沒有 這樣子 有效率 老爸整間在這 老爸你在這邊做諮詢 然後開要 打一堆英文字在上面 對對對 生理跟心理的事件 比如說他只要車禍 可是車禍完了 還會為了車禍使夢魘 很心慌 這個我們叫創傷後壓力症後去 變成心理的事件 所以會來到我們這裡的 除了身體的疾病之外 變更心理的困擾在一起 這一類的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很獨特的故事 對每一個人來講 只有他才有 精神科跟其他科最大的差別 是精神科不需要了解 背後的 其實所有的醫學都是這樣 但是精神科他 會更強調 心理層次上的問題 造成他身體的困擾 嗯 我要去看病人了 我們在那邊等他吧 來來來來 一起坐 我基本上是會利用 有空的時間繞一圈 10點半 那你要親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束縛太多 所以我都會跟著這樣 買一排 這個就會下降 他們就不用在那裡等 不然的話 這個大概要等的是很重要 確保這邊的速率是緊湊的 控制流量 那有一個檢查的流量 這個是一個腳灰的流量 那再來一個這個禮藥 就是要控制人流量 不要回太久 所以你看 現在就看起來還好 那裡就是太多了 警察好 看那個急診裡面有塞 在這裡沒有 我就不會進去看 因為這裡 會用塞就會塞到這裡 就等下看急診室有沒有人 有沒有塞出來 接下來剛裡面的停診檔 有沒有問題 那你會檢查這個 像前陣子這裡 這裡就會掉 掉過東西 那這裡的燈光 假設不掛好的話 人家會從這裡穿過來 就要告訴他們 如何有 人顯風險 不然在這裡 或是生存活動 茉莉花都不敢很認真 這裡的茉莉花都沒有辦法開花 都只有這樣子 都會被拖載走 對 因為我們這裡有很多外籍移工 很喜歡茉莉花 所以我們這裡有很多茉莉花 一長出來 就通通被頭拿出 這個都是被煎掉 他們很喜歡這種香花 小小的香花 很香 現在逛這什麼地方 這個是所有的氧氣供應的地方 氧氣 這個是以太陽 裡面都是氧氣 醫院的氧氣 就從這裡供應出來 所以病人吸的氧氣都這個 吸的氧氣都同鄉 所以那個氧氣很重要 他們這座學院 精神科的 然後他們會出來走走 這個是一個行動醫療車 可以到很多地方去 進行醫療檢查 你看來自全世界很多地方 捐款給我 有這麼多 捐款給我 還有 這個是資本 這個是他們得到福倫社的代號 國際福倫社基金捐 除了福倫社 也有這麼多企業 寶雅 也有寶雅 謝謝寶雅股份有限公司 信森 還有謝其風PDJ 阿俠網路購物 這邊總共捐款 錢要不要玩 厲害厲害厲害 台南最年長的桃花心目 120年 看這個就可以猜 今天的門診量大概1200 停滿會大概1400 今天大概就1200 明天看報表就會知道 我猜的對不對 這個裝置藝術也是你批准的 這一個不是 那一個是我給他修改 花了1000多萬 以前是南方公園 現在變什麼 現在變成來做復健的 這南方公園賣東西的 變成做復健的 對 就是你弄的 來各位台南小夥伴的回憶 我很有感覺 也還小時候 我們這邊晃來晃去的地方 被老爸給處理掉囉 看一下現在變怎樣吧 那一天就是以前 拿去磨手 對啊 現在變什麼 黑屋咖啡 是給精神冰環 買開 是喔 是喔 一般人在賣 他負責在送 這個 這個就是復健的東西 所以開車子進來 你就可以進去 那這個都是復健的 復健食 衛生福利部 台南市 九月之后 OK 現在是午餐時間 吃的是老真羊肉 就在隔壁啊 這是台南很有名的超羊肉 主要是老真羊肉 民主是台南有名的小吃街 那老真羊肉 他是本來很有名的老店 那這些都是秘書決定要吃才定的 還是你今天特別想吃 因為他知道 楊爺喜歡吃這個 現在時間是12點14分 休息到幾點 1點半就開始工作了 全院都12點 其實是沒有休息 每一個單位有不同的時間 基本上依照 老屋計劃是 需要休息半個小時 可是不可能 醫院停擺半個小時 大家都不動 所以有人就會 比較早休息去吃飯 有人會比較晚休息去吃飯 但是12點到1點半之間 因為門診理論上沒有作業 但是有些門診他會拖 門診會提早 基本上比較容易休息的時間 就在這段時間 所以大家有點像是各自獨立操作 對 上午的行程 就到這裡 然後體驗了看診的過程 剛剛有聽了一組 內容很豐富很多元 主題都一直在更寬 很難理解他 最主要想要表達哪一個topic 好幾個topic 然後尬在一起 然後同時講 而且很酷啊 再來是去視察 沿途會看到很多病友 一些看門診的人 員工 然後隊友打招呼 然後聊天 就像是一個大社區一樣 好 那現在是午睡時間了 1點半起床 是怎麼行程吧 GO 1小時後 好 現在是1點半起床了 不要停起床了 開始工作了 好 現在是1點半 要開始下午的工作了 下午工作 大部分都是處理一些文件 批示公文 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需要找相關人討論 第一個是普通的公文 藍色的 第二個呢 就是緊急的公文 那看到厚度就知道了 緊急的公文 感覺內容物比較多一點 那裡面主要內容都是什麼 大部分是醫院的決定 人事的決定會議紀錄 採購 可不可以請假 請假也要到你這邊喔 請長假 那不過我們的公文 其實有兩個 比較多的附件 才會值班公文 那大部分是電子公文 像請假的 就在電子公文裡面 都牽涉到每個人的個資 所以就沒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下午通常1點半到 4點的時候 都是相關的 公文有任何的問題 我就會請 相關的科士來我這裡討論 就像是今天早上在會議室 對對對 這個公文你們認為這樣子 另外一個單位這樣 那我們來協商一下 到底是A單位的意見比較好 還是B單位的意見比較好 這樣 所以大部分其實只會做協商的動作 我也可以直接決定說 A的意見好或B的意見好 但是我會覺得 讓兩個意見不一樣的部門主管 知道彼此的想法會比較好 看他們兩個可不可以自己妥協 所以你希望做到的是他們自己 各自可以 因為所有一家醫院的經營 人人不是以院長為最重要的決定者 每一個部門主管他假如很自動自發的話 這個醫院的運作會更好 所以我一直希望 部門主管能夠給他們付權 就是impower 有比較大的權力做決定 我可以在後面背書或確定 用一個腦在管1000個機構 跟有100個腦在管1000個機構 是不一樣的 方向一致的話當然我們選100個腦 出錯的機會會比較少 有點像是你職權下放 讓大家都會參與在這個經營醫院的一份心 他也會覺得自己能夠做很重要的決定 而且自己的決定的結果 也能夠自己看得到 這樣子他的自己的成就感 比接受一個長官的命令 使命必達還好很多 他會自我優化 對對對 謝謝院長的嘗試 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院長原來工作牽涉到很多 醫院內部人與人的協商的一個過程 所有的職場都需要 可是因為我們這一個職場呢 是關係人的生命 我們稍微差錯 就可能有任何的 照顧不足的地方 讓這個疾病會牽涉到未來的生命的長短 跟他的生活品質 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了 算是把醫院有一些區域 重新規劃起來 特別是那個南方公園那邊 以前是我們學生吃喝玩樂的地方 但是那個地原本就是台南醫院的地 那現在你直接把它拆除 然後重新變成一個 新的一整間附件治療的一個場所 而且那環境 空間感是很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給 需要附件治療的人 很好的一個空間 不過那政經應該喬很久吧 其實那個也不是只有我 我們歷任的院長 為了要解決這一個 當時乘坐人 有很多法律上的工房 那後來 法律的判決也確定 台南醫院應該會收回來 才要再花一筆敬費 把他原來的地方 重新再remodeling 破舊的房舍 我們就要拆除掉 那變成一個廣場 停車場 硬體還可以留著的 認真的想怎麼回歸醫療的用途 這樣 那我始終相信 友善的就醫環境 是對於健康促進很重要的 當你有病的時候 很容易得到一個很好的醫療復健 就不會拖延治療時間 那台南醫院的交通 地理位置很好 所以我認為那個地方復健的 你是每天都要來 跟一般的開一次刀 之後幾個禮拜再來 看一次門診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站在這個使用者的角度 把它設置 變成一個復健區 那這個復健區也是 前前任院長 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 我只是把它實現這樣子 讓每一個人來到這裡 覺得很溫馨 很方便 很有療癒的效果 旁邊還有一個很好的咖啡 那個也是我們復健的一部分 讓我們的精神復健學員能夠在那裡 接受他的職業訓練 所以我們整個其實融合在那邊 是一個社區 它也有醫療 也有人文氣息的一個很好的休息空間 所以算是 前任重數 後任 更允 你沒有說成量 後任更允 說出來的結果 我剛剛聽一聽 是不是這間醫院 又很多法律上面 遇到的一些挑戰 像是 剛剛你跟我說那個百年的住戶 近期法院判決 他才會搬走 就我所知是 台南醫院也有百年的歷史了 所以等於說他是跟台南醫院 一起運運出來的住戶 事實上是這樣子 認了一個比較 時代久遠的機構 他基本上都有一些問題需要處理 台南醫院一共有128年 他是在甲午戰爭後的第二年 他是台灣的第二家公立醫院 所以他有很多在當時 法律不太完備的時候 就有一些退休的員工就去住 可是他住完了之後 他已經過世了 後來的親人還是繼續住在那邊 在醫院發展的過程中 當然就會產生 土地上的問題 但是當時那一百多年前 當時為什麼 統一讓他住的其實 都已經找不到任何的資料 其實你可以看到 台灣也有很多的機構 類似有這樣子的困難 還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法律判例 都確定 應該是這個機構單位 所以要主動的來把那一些沒有經過 合法合規簽訂合約使用的住戶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四年半你說遇到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是COVID的衝擊 你一來馬上COVID就來了 整個前半段都在處理那一類的問題 台南醫院雲嘉南的應變醫院 雲嘉南假若發生最大的困難的時候 台南醫院要負責最後面的一些收治這一群 什麼意思? 人數太多的話 都要往這裡送 像以前台南市發生登革熱 所有的病人要往這裡送 因為他是疫情的應變醫院 所以成大不收? 成大也收 但是很多的時候 台南醫院要優先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等於說你們要背著一些床 床位是給COVID的 背著床要比其他醫院還要多一點 在防疫的角色是後背的第一線 你說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當時是這些病人匯集進來 我們已經收了還沒有地方送 因為你是最後了 還有是一開始就要先把床控起來 把其他的病人轉到其他醫院去 可是疫情的病人還沒那麼多 這個時候我們醫院的收入就會減少 例如說我們有控30床 一開始兩個病人 後來60個病人 我們也只有30床 因為這個的變動不是我們床說要加就加 要少就少 我們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時候怎麼熬過來 當時很多人都知道要捐這些東西 第一個會捐成大醫院或是氣美醫院 再來就是台南醫院 所以那時候算是靠大家 一起集資的努力 撐過 因為不只大家 政府也出了很多的經費來協助 這裡才能夠度過 謝謝 OK那我們下午準備的演講 長怎樣吧 再帶大家去看 我們現在還有院務會議 院務跟醫務會議晚了才是演講 啊院務會議幾點 4點半 好我們4點見了 掰 好現在時間4點20 我們要去院務會議 就是所有醫院部門的 或者留上去 所有的主管 我們來開會 做PBT然後講話 就是業務報告 OK 啊我也要報告嗎 OK報告我今天觀察 院內觀察室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開院務會議吧 我剛出來之前那個秘書又跑來秘 跟我們講說欸我們要出發嗎 就是他們準備一些驚險給我吧 所以他們要確保這件事情萬無意識 老爸走不大電子 出場走 真的 對身體一下好 走三樓 結果你是不是覺得 老爸走路很快 對追不上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很像立法院 每個人都有一個麥克風 有沒有意義 在進行演繹 也是啊 因為兵這次算是政府單位 形式其實是都有一點類似啊 對 個人組 內科系是第一名 第三名王立 請大家 還要努力的 擴展 所以 每開跟每開一樣 好多 欸這個有買票的人 講一些自己 生長的經驗 這個是我姐姐 這個是我 年輕的時候 再長大一點點的話 就是這樣子 再長大一點點的話 就是這樣 要給他這個 永久停車證 這什麼 悠悠卡 做成這樣 是在一張 那邊 悠悠卡 悠悠卡 這是爸爸的畢業經驗證 我看到都快流淚了 我的天啊 看來都很 感謝院長這段時間的補助 謝謝你 雖然低調但是 認識不太帥了 認識不太帥了 好 那我會上 我會看下來 每個人都感謝老爸給福利 好 謝謝院長 還有院長 還有院長 享受 唱唱呼嚕呼嚕 唱唱呼嚕呼嚕 院長退休 擁抱回來 享受未來 明天 是時候去睡覺 你光 你是活 你是無難的影響 不經兵 餃飛休 我們擁擠在心頭 現場 我們永遠愛你喔 祝你 是圈還是X 圈 為了這群可愛的員工 我們有準備了 要送給畢業生的禮物啊 1 2 3 超級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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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看了楊院長 這10年的攻擊 今天也是楊院長 最後一次坐在這個位置 當然還有幾天 兩個禮拜 但當然今天就當作是最後一天啦 現在呢 我要頒發 身為 楊院長也是一個父親的 退役獎勵 退役獎盃 退役獎盃 一道鞠躯 光榮退役 小氣哥 凱文楊跟美 一個讚 送給你的 謝謝 好 那第二個 妹 為了我準備一個畢業證書給老爸 你拉這裡 這是我們社區附圍中心的學院做租籤 太陽花很適合 好不好 我老爸就是那個 照亮大家的太陽花 唸一下我的 欸我署名只有寫我自己 那我補一下補一下 等一下補一下 因為他說去年父親節 我沒有寫咖啡 所以今天要我寫 所以由你來寫 第二老爸 首先恭喜完成了這幾年院長的使命 前前後後待了三間醫院的院長 副院長 把每間醫院都經營得很好 在斗六婚院的時候 南北兩邊跑 讓醫院轉虧為盈 我常笑說 老爸要是你自己開公司的話 我們這樣應該會賺錢 我爸就會跟我說 有錢夠用就好了 夠用嗎 要接 完全不夠 剛剛台南醫院的時候 記得那時候你跟我說 因為你對院區還不是很熟悉 所以你就睡在醫院那個小房間 早上還會繞著醫院這樣跑 看有沒有亂清到垃圾 就是運動間巡視 真的覺得超級認真的 因為我跟老爸一樣都是在醫院工作 蠻常聽到身邊的同事 提到說跟老爸共識的一些經驗 他們對你的評價都非常好 那我自己聽了會覺得很開心 也很幸運 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好爸爸 這將近四十年 從一開始只有單純看病人的一些臨床業務 到後來開始做的研究 經營管理都很厲害 最後呢這二十年的工作 我想老爸應該都已經達成到很多成就 而接下來開啟人生新的篇章 這幾年來都是你在照顧我們 照顧員工 照顧病人 那希望接下來呢 爸爸可以好好犒賞自己 那也希望你可以過上自己想要 且舒心的生活 那當然過程中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需要我們幫忙的話 也可以儘管告訴我們 我們大家都很支持你 也很希望你可以朝著自己喜歡的事情前進 好祝爸爸退休順利 重要的時刻來囉 送你目前很需要的一個東西 你的手機iPhone 15 Plus 想說你的手機已經用了很久 那個螢幕都有點破破的 鏈板破掉了 鏈板破掉了 我跟你講 真的耶 真的耶 看得出來老爸的手機已經有一個歲月了 所以這隻就送給你 還附了一個手機殼 iPhone Wallet 它可以磁吸在你的手機後面 然後上面就可以放你要的信用卡 或優柔卡進去 然後你就會直接逼 不只這些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Apple Watch 第九代 你有過Apple Watch嗎 玩的Apple Watch是什麼嗎 很久以前人家送給我 也要送給人家 What the fuck 我剛剛說想要買給爸爸 是因為畢竟也有點年紀 也算他看起來很年輕 但是Apple Watch 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就是SOS緊急服務 如果你今天摔倒 或是爬山的時候有個重擊 它會偵測到 然後就打給你的緊急聯繫 我之前就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摔過一次 他就差點直接打給你 我就說去不要打 它還有一個斜氧感測器 還有心跳圖 你就可以帶著它去跑步 你看你目前斜氧的狀況 因為我有輕微的心律部長 真的喔 所以我覺得有監測系統會更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要不要來反映這次的禮物耶 感謝這一路走來支持我們的觀眾 讓我有機會可以送我爸爸 比較好的禮物 沒錯喔 我爸我們每次都想說送什麼 好那老爸那卸任後 會想要怎麼樣去安排你的規劃 下一步其實變成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我常常講人生有不同的階段 前面的三四年是學習成長 後來是成家立業 第三個階段是人生很重要的整合 我認為應該是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而且可以對社會更多的貢獻 接下來我認為在大學裡面還有一些事情 我可以協助幫忙的發展新的一些技術 例如說AI相關的 整個健康產業相關的 這些其實要有很多人一起努力 對我來講已經不是當一個頂導者 是一個行政的主管 類似像一個參謀這樣子 這樣 智囊團這樣子把未來的工作可以做得更順利 這個是經驗的傳承這樣 經驗的傳承 OK 有沒有一些滿足你自己的部分的 我那個出國計劃早就都計劃好了 準備開始出國去玩了是不是 說說三個地方 去日本嘛 波羅的海 阿根廷 阿根廷 這三個地方 好OK那最後呢 要跟大家講 其實楊運長沒有退休 只是退役而已 也希望大家可以底下留言祝福 退役後的楊運長 可以展開新的一個階段的人生 我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這次的一日院長 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一起收看這次的退役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剛剛看到那個什麼 老爸四年花八十幾萬字頭腰包 你心情是什麼 很不好喔 所以我沒有睡在裡面了 所以我剛剛在給小屎阿 給你兩百塊阿 兩百塊阿送 楊姐該不會在後面洗衣 被盆算要跟了吧 楊姐一直說要跟阿 我也會跟他跟 你會讓他跟嗎 你為什麼要讓他打擾阿 好一眼一次一眼一次 欸我覺得老爸你要從他心目中退休了 我跟你講 當老爸這個角色要趕快退休 大家也可以底下留言 就是希望楊彥掌 可能多上頻道阿 或是可能講些頻道常觀的事情阿 對啊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楊彥掌在退休後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